丹致,找到你來做我們的總經理 六一人真是三生有幸 你及時又來幫上哥 真是想你講一下心那一句 為何你肯來? 為何會請到你? 我想好像一個夢一樣 找到一個這樣悔景的人 我覺得你們很適合我們現在帶領我的團隊 因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你很有商場經驗 第二,你很有管理經驗 你做起GM 第三,你是一個修行人 而且是住在社那一隻 很懂得去處理別人生命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的客人,我們的團隊 最需要就是這些 好了,三樣你都齊了 為何你肯來? 真是道歸祥哥,多謝祥嫂 長哥平時會不會多謝長嫂? 哈哈哈哈 這是家庭秘密 家庭秘密 真的很多年前,長嫂 問了一個問題 有沒有興趣你長哥這邊幫忙? 那句話我記得到現在的 但我不知道 所以你有多關心長嫂呢? 哈哈哈哈 好,幾個月前,華先生說 Dandy,長哥這邊請了CEO 你有興趣幫忙嗎? 她說不行不行,我也不是做過過過過過癮 我做過生意,公司的生意都不錯 Online business,還有前景 我沒想著放棄 我立刻說不行不行,我也不是做過過過過過癮 這樣我跟長哥說 這可能突然收到長哥的信息 Dandy,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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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哥第一次發私人的信息給我 那我說,怎樣都要跟長哥見面了 看看發生甚麼事 就算我不做 我都可以聽聽發生甚麼事 然後長哥去哪裡見面 長哥說來九龍公園 說九龍公園 現在在討論你找CEO 長哥就說 九龍公園有一個秘密基地 那裡是兒童遊樂場 這麼個人兒童遊樂場 去到那裡 你被爆了我輸走了 哎呀呀呀 真是不好意思 沒關係 龍公園有很多的遊樂場 大家不知道 哈哈哈哈 去到那邊之後 我很尊重長哥 雖然當時我覺得我自己未必做 未必答應 長哥就大概講了公司的一些問題 我當時是給長哥那種 我好像見到 長哥是一個我很尊重的人 還有他整個B型覺得 如果沒有自在寫的話 我一定跟長哥去學習 因為我跟了華三這麼多年 那我再想到一個問題 華三究竟發覺有甚麼特質 能夠適合六月林呢 我當時是被自己投降的 我說我讓自己想一想 同時呢 我被自己投降 放下這裏 放下所有的 啊這這樣那樣 尤其是很多的單位 我要出糧 六月林要多少生意呢 我做到傳統商界 那別人怎樣看我 我這樣一個switch 你是否瘋了 你的母公司 每一天的生意 是一百元美金 噓 不簡單 不簡單 人家說你這傢伙做了傳統生意 你都不是做了這些 人家怎麽順服我 另外大陸的藝能力這個團隊 我都有很多問題在問自己 是的 我當時收到這裏 很多很多問題 那些問題我需要假答 那我嘗試轉吧 交給予天 我真的交給予天的大力 當時我心想 對呀,交給予天 之後再跟長哥聊了幾次 好了,回頭了 六月份 我突然走進來斷食 就是這裏斷食 發生甚麼事呢 我自己在自在社 都修行15年 都做到senior coach 即是每個人對我都很尊重 很多人都找單事做個教練 單事搞亂 我都覺得自己self coach的能力很好 也真的能夠apply 去生活入面 工作入面 同時呢 這幾年在香港我是不開心的 我能夠self coach 我平時跑開馬拉松 心心靈 我還在運動 心靈我還在做 coach 是吧 靈的我又打坐 那欠了甚麼 我還可以突破呢 我常想 我還在欠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欠那一塊東西的話 這兩年我不會這麼倒的 整個人是真的不開心 那天你吃了那個斷食 斷食原來我是可以通過讓自己不吃東西 讓自己都淨化的 都能夠排毒的 是慢慢慢慢將我這兩年累積下來的那種悲哀 那種不開心等等 是慢慢排走的 然後那天開始斷食之餘 最好是吃生 我連吃生是甚麼都不知道 那幾天是我們做些菜、果 做些甚麼的時候 這麼簡單是嗎? 我自己去街市買 買完之後自己去試 就這樣 我自己開始吃生 連怎樣吃、配置、炸果 我都不懂 因為我未學過這個廚藝班 後來就報到全美班 我唱歌 最打到我的原因是 原來是吃白 原來吃生都是一個修痕 為我來說 是需要的 我每一天吸收到天地、宇宙、大愛 是層次這裏 我身體在吸收甚麼呢? Fisically 我真的在吃很多 我不在意的豬、牛、雞等 我完全不在意 這些帶來甚麼能量給我 從零爺的層面 他臨死之前可能真的不開心 我們吃了很多情緒 很多不開心 這四個月 我發覺自己 原來累積這兩年的不開心 慢慢慢慢 走了 飄走了 做到甚麼事呢? 就是吃生 原來這都是一種可以推介 可以將這個吃生能 再用這個層面 去帶給更加多的大眾 讓大家有一個得益 我開始發覺 咦? 最大的銷售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有這種經歷 我自己做出商界 商界每一天都面臨很大的壓力 擔心今天生意能搞得好嗎? 搞得好嗎? 我這個月怎樣交租? 怎樣交這個?交股? 長哥當時也有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 上天可能真的 讓我走入新生靈15年 讓我突然之間吃生 將那個人操得這麼健康 我自己覺得很健康 沒甚麼就是自己健康 自己感覺好 都可能有些用途 我突然覺得 可能上天都想我有一些使命 會傳承我自己不察覺 直到我公司突然發生這件事 我發覺就是整定了 真的整定 所以 不遲不早 我就在這裏出現了 剛才你提到 你吃生的開始 我還聽過你提過一件事 就是果爐 有一碗果爐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你很感動 原來感動是可以感動人 原來這個世界是真的可以播種 是它慢慢會生出來的 你再說果爐的故事 那個果爐是2015年 昨天 是私營還是前天 是誰 要發出一幅相片 是嗎 當年我和華生一起 加入陸玉琳一個 program 是那一天 那天我第一次吃果爐 那個果爐 我記得是 我是用這裏吃的 不是用這裏吃的 由打坐開始 慢慢去放鬆自己 慢慢 扣齒 我記得長哥教扣齒 就是用這裏 如何和牙齒拆牙 先清理這裏 然後慢慢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腸胃 感受一下自己的胃 先給他一個能量 然後慢慢喝 喝的時候 是用嘴 我記得長哥說 先用耳朵 聽一下 很棒 我第一次聽到 原來那個果爐裡面有風聲 有雨聲 看到陽光 看到花朵 很漂亮 是用眼睛 然後聞一下 很香 然後用手摸一下 有溫度 然後用嘴唇 慢慢慢慢 不吞下肚 在那個口腔裡面 讓他打住 打住 跟他有一個擁抱 然後慢慢慢慢 讓他流到牆裡面 感覺一下牆到的那種開心 牠的那種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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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 整個人 整個人已經放鬆了 我覺得 我吃的那些 不是什麼食物 是一種能量 以前我沒有試過這樣吃飯 沒有試過一碗果菜露 可以吃十幾分鐘 這個十幾分鐘的吃的方法 讓我一生是 眾多一個anchor 一個很好的回憶 讓我是不能夠忘記的 所以牠經常心思思 何時回來陸藝林 吃什麼呢 吃一碗什麼 所以後來看到陸藝林 開私房菜 我要報名 牠哥 全家人都來了 因為當年的記憶很好 很好 很好 這件事 讓我想起 原來我自己一邊推一件事 是真的有效的 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留意 長哥開班 就是全日的班 一來到坐下 沒多久就有東西吃了 當然是有一碗東西 果菜露 或者其他的東西 我一直都很相信 那一碗東西 是會改變所有人 那一天的狀態 以及牠生命裏面有很多東西 説得誇張一點 是我落了很多意念 很多藥下去 這樣 證明真的會直接間接 產生有很多的效果 沒錯 以前我們聽老人家說 就是說 你吃我口水什麼呢 聽我話 其實背後有一個道理 是那個能量 去放進去 就是那裡 是的 非常多謝長哥 非常多謝你 這些因因緣緣 世事就歪打正著 是的 以前以後 這也是引證了 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叫做manifestation 就是顯化 你向上面下訂單 就交給他 他很常安排了 以後 用他的方法 用他的timing 就是 不是你要的東西 而是你最需要的東西 他會給你 好 多謝歡迎你加油 多謝長哥 多謝